西封紅店 那個時間是沒有生意做的 到現在 後遺症還在 消費力很頑皮 非常大 影響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都是淡了 散 沒了平時的客人 不知怎說,香港是一個很自由的地方 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希望不要影響民生 我贊成,絕對贊成 因為你身為一個大學的教授 你要教學生這樣佔中 我覺得是離譜 我覺得是娛樂才起訴他 我第一個去贊成 香港的警察為我們服務 為我們做這麼多事,隨暴安良 而是被這些人去誣衊 我們有必要去追究他們這個責任 因為你搞到社會不得安寧 對不對?你影響很大很大 香港政府要做些事情 對不對?你佔中那些犯法的 要下刑給他們 讓他們去仇犯 我自己覺得,你犯法就要抓 不要理他是戴耀廷也好,是誰也好 如果他發起佔中,他是不對的 那就告他 我們一定要尊重法律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我相信沒有人會覺得不對